人贤奇既是演员歌手又是老板 在圈中有爵士好男人歌侠等美誉 人贤奇当年的一首《心太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人贤奇1966年出生与黎明是同一年出生 在1990年黎明出首张传辑时 人贤奇也在那一年1990年凭《奔向彩虹》出道 之后在1997年凭借《心太软》突破全亚洲销量200万张 他也因此红遍中国 当时红遍祖国两岸的人贤奇 乘胜追击不仅举办个人演唱会 还受邀参加世界唱片120周年演唱会 当时爆红的歌星并不少 但是人贤奇却是唯一一位有幸参加的台湾男星 上世纪90年代 人贤奇与刘德华 张学友等天王巨星 并称为最卖座的五大歌手 如此便可直观地感受到 人贤奇在当时是有多火爆了 当时人人都能哼出一段人贤奇的歌 当时他的人气直逼刘德华 除了唱歌 人贤奇平时还喜欢赛车 今年的1月3日 人贤奇在阿根廷参加赛车时不幸出车祸 整个人飞出窗外撞到树上 出车祸后 人贤奇被第一时间送去当地医院 检查后人贤奇没有骨折 超声波检查有没有内出血 但医生却幽默地说 除了腰伤没大碍 目前只是不能搬重物不能行房 提到这个消息网友们放心了 但也不忘调侃人贤奇 要忍着好好休息